今年对于赵丽颖来说,绝对是意义非凡的一年,因为她在这一年,终于遇到了自己是白马王子冯绍峰,两人几个月前官宣结婚的时候,真的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,直接把微博的网络就给弄崩溃了。 可见赵丽颖的人气真的非同一般,而网上关于她怀孕的传闻,更是传得沸沸扬扬,虽然两人并未回应,但是大家也都很期待两人能早日迎来他们的爱情结晶。 除了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之外,赵丽颖的事业,也是更上一层楼。 今年一年,虽然她一直都在休息,鲜少露面,但当了老板的她,真的是非常尽心尽力,凭着一部你和我的庆程时光,把自己旗下的一人惊悍,一下子就捧红了,人气爆棚,成为了现在最具发展前途的小生之一。 不得不说,赵丽颖这个老板当得真的很称职了。 转眼间,2018年就只剩下10天了,马上就要迎来2019了。 在这年末期间,赵丽颖在季官宣结婚之后,又公布了一个好消息,那就是她主演的古装剧,只否终于定当了。 这部由赵丽颖和冯沙峰主演的电视剧,一直被外界当作两人的定型之作,虽然导演表示,两人在拍戏之前就在一起了,但也丝毫不能影响大家对这部戏的期待。 而目前之佛也晒出了两档片花,剧中的赵丽颖半相甜美,十分动人,和冯沙峰的表现也非常甜蜜。 再加上今年爆红的朱丽颖的加盟,更是让这部剧有多了很多的关注度。 而且,这部剧的还选在了12月25号播出,所以,粉丝们纷纷表示,这是当作送我们的圣诞礼物了吗? 不得不说,这礼物真的很完美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